剛才坐在旁邊 我突然有個錯覺的時候 當年我們坐在同樣一間教室上課 而且上的是英美法 到底是誰 讓蔡英文陷入大學青春回憶沙 原來就是副邦董事長蔡明忠 兩人不僅是大學同班同學 蔡英文更自爆 一段顯為人知的小秘密 我在大學的時候 當然不像我們總統這麼好學 但是我跟我弟弟 在這個校區 也度過了非常美好的 學習跟成長的時光 我記得她剛才說我比較用功 我沒有比較用功 但我比較配合老師 我都會坐在那裡 但是老師常常去叫我 把蔡明忠找回來 面對蔡英文調侃 蔡明忠笑笑回憶 更讓大家一窺 他們年少輕狂的大學時光 就讀台大法律系 但蔡英文的家位在陽明身上 為了上學方便 蔡爸爸送給蔡英文第一台國產車 而蔡明忠也是開車上學 維爾的有車族在當時是相當罕見 蔡英文蔡明忠一個在政界 一個在商界 歷經三四十年摸爬滾打 在各自領域取得極高成就 不過一遇到老同學 也不免流露出當年的青春氣息 三立新聞 張廷祥 楊紫玉 台北報導